仁爱礁中方为什么做到兵贵神术 那不是菲律宾说的 他们自己有内鬼 而是咱们的战场感受能力 远远高于菲律宾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言人塔里拉 最近有一个重大发现 以前他认为 平时或者是在没有补进任务的时候 只有少数的中国海警船和渔船 停留在仁爱礁附近 而菲律宾两艘海警船 和两艘捕迹船抵达仁爱礁的前一天 也就是在8月5号的前一天 8月4号 中国的大量的海警船 还有海上民兵船 却提前在仁爱礁拒绝了 这个说明 中方有相当及时的情报支持 原来他是以为菲律宾自己有内鬼 所以在8月14号 塔里拉改变了说法 他说也许他们可以监视我们 我们不知道是通过卫星啊 还是通过船舶自动识别系统 来知道我们的位置的 中国有可能监视我们的补给行动 这个菲律宾准将认为 中国卫星时刻盯着他们的 在防备他们的举动 否则中国就不会在他们行动的前一天 把自己的船提前到达仁爱礁 中国六艘海警船 超过了飞方派出的一共四艘船只 又比他们多 一比一较量都有多余 更不用说 往往的海警船的质量 远远超过菲律宾任何一艘船只 中国的海警船对他们进行包围 可以说是形成了碾压式的局面 其实发现菲律宾的船只 还不是一个非常容易的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菲律宾的船都太小吧 我们的海警船一弄就是 四千吨五千吨甚至还有万吨的 可是他们的船 普遍只有三百吨这个级别 只有中国海警船的十分之一大小 甚至不到 如果要跟踪定位这些目标 一般的卫星 它真难发现它 但是中国有自己的高分系列卫星 比如说有这么五个星 高警一号零三星 高警一号零四星 零一星 四威高警一号零一星 四威高警一号零二星等等 其中高警一号的卫星 可以提供到什么样的清晰度呢 分别达到0.5米 而且层次感非常丰满 其实对付菲律宾的这个小船 咱们是小菜叶店 今后我们就更有把握了 大家都知道8月13号 又向高轨道发射了一颗探测4号零一星 它搭载的是合成空镜雷达 这颗星在地球同步轨道移动 专门用于亚太地区的 掌握南海台海地区的海上目标 就像眼睛盯着一样 所以菲律宾玩这些雕虫小技 想像鬼子进村一样 偷偷摸摸 鬼鬼祟祟 根本没有门 不光菲律宾的船没有门 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舰团 在南海的活动 一举一动都在咱们的监视之下 所以菲律宾想在人海交 搞一些偷袭的活动 结果只会是送上来挨打 继续较量下去 一定会更悲惨 菲律宾知道咱们的高峰微信侦查的能力 也不是一个坏事情 但是就看他能不能准确的把握自己的能力 和准确把握中国的能力 否则菲律宾吃不了兜着走 好 这个话题就聊到这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网友军事评论 下一期再见